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金市策略 7月3日星期二 放假期香港回归纪念日 又过了上半年 上周五的象征意义是甚麽 又是否有明显讯号 未来下半年市场走势会怎样 先看周五 周五金是有足底反弹 早段开始已经试至接近$1,246 反弹幅度算不算多 最高上到$1,255 刚刚10元 又要这样说 这不是明明规定 但我经常会用 你看到有个惯性 当它在弱势或强势做调整 通常都是$10 如果少于$10 代表跌势未完 但周五终于跌足整个月 到最后一个交易日 开始有反弹 但却不能帮助 昨天美国市最终跌穿$1,240 最低跌到$1,239.5 虽然我这样说 但现在还要继续跌 现在已经跌到$1,238.9 如果我们看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其实周五不是调整 不是升 例如我们看到昨天的美元 又是由开市 升到收市 最低是$94.51 最高也是接近美国开市时做 刚刚好$95.1 既然我们说 上周五就是 头一二季的完结 现在回来美元仍然在第一个交易日上升 亦要告诉大家 今个月 七月份是有黑色星期 虽然我不能说这件事 是否真的有些特别的意义 在会市或金市里面 但起码我们要警惕 这两个星期 看个小时 似乎美元仍未升 我是比较关心 其实七月份我最关心一件事 就是美元仍未升 如果美元仍未升 即是代表美元有机会 这个月 应该有机会上到$95.96 $97 是否这样 因为上个月 六月份我们看到 由$93.94 上到$95 如果今个月继续 连欧元也有机会跌穿$1.5 到时金很难 有机会到$1230 都有机会 所以 今天大家要注意 在亚洲市又要正式伏牌 香港又伏牌 金又好似继续跌 大家要关注 美元是否独大 在贸易上是独大 国力上也是 所以大家记得密切留意着 我们今天的Sky Finance专页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